就是私生活他还是很可爱的 也很帅的 是可爱 能够遇到一个你宠他 他也愿意宠你的人 真的就很幸福 对 很珍惜 你知道你结婚三年了 这三年来我就没有什么机会见到你了 对啊 我只能看到你出现在别人的聚会里 老公会规定你不可以喝醉 哦不会 我们两个出去 两个会就是像小朋友 小朋友一起玩 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都是精心在四宫的人 哦 在那是 那是什么 精心四宫的人 喜欢宠自己喜欢的人 同意吗 同意 他也宠你 你也宠他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那个组合了 我请问您是狮子吗 狮子是固定星座 我觉得固定星座 来 如果金牛狮子天蝎水瓶 他怎么爱你 某种程度就是 他希望你是这样 你也这样爱他 对不对 是 能够遇到一个你宠他 他也愿意宠你的人 真的就很幸福 对 很很珍惜 所以 在演戏的时候 的他的那种魅力 是属于他的魅力 还是那个角色的魅力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私底下是真实的他 回去看那部电影 我还是觉得阿诚很帅 就算他回到生活当中 也没有被打破 就是私生活他还是很可爱的 也很帅的 是不是可爱啊 也是很帅的 天秤座 我们最清楚就是他们对朋友很好 可能就对自己人不够好 他有这样子的差别吗 我觉得还好 这方面他倒是真的是做得蛮平衡的 我觉得天秤座是一个逻辑很清楚的人 虽然说他看起来好像就是有选择障碍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那是小事情 但是真的大事情的时候 他往往都是最果断的那一个 他现在是你很好的军师了吧 看你看得最清楚 对 军师也是 对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婚姻可以用很好的朋友来形容 我觉得是最棒的 因为很多人在婚姻里面 有那种霸占的心 对 有了霸占的心 就不会太快乐 因为谁会想要被霸占 那你跟你老公的生活习惯 会手牵手出去散步吗 结婚以来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逛超市 就是日常 日常 日常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但在一起的时候 想起来都觉得 那个时刻是蛮好的 喜欢跟平时 会 因为我喜欢煮 对 很棒 那他喜欢煮吗 他也喜欢煮 好棒哦 两个人都喜欢下厨 真好 可是身材还是维持的挺好的 我们也有 有一次有歪的时候 只是因为现在要好好出门 所以我们有稍微的编制一下自己 那他现在也忙吗 对 接下来 接下来也是要开始宣传 他有出差最久的一次多久 但我觉得狮子座应该可以接受远距离 但他能不能 他比较不能 天平比较不能 目前没有分开 太久 超过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很久了 嗯?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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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